评说评论 评说西州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陈康之志 内容是 陈康之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陈康之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首先 以史为敬 历史是一面镜子 唐太宗曾经说过 夫以铜为敬 可以正一观 以史为敬 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敬 可以得名师 有作为的君主 总是能从历史中 寻找智慧借鉴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所以 唐朝末年 那些控制皇帝的太监们 为了更有效地拿出小皇帝 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就是不让皇帝读诗书 皇帝不知道历史 就少了一面重要的镜子 也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无论多么的离谱 也不会脚大脸丑了 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做借鉴 以骨为剑 是有正能量的 对于周人来说 一个延续了六百年 曾经强大的伤亡潮 在自己眼前倒下了 教训是深刻的 周人以此为惊醒 于是为鉴 通过接阴人的伤疤 用阴伤人的 累累伤痕 来对照自己 这是残酷的 但是不这样 自己将会成为镜子 自己的伤疤 将会被别人无情的 一遍一遍的揭开 所以 以始为鉴 就是以别人的血淋淋的车祸 来警惕自己 要小心架势 这比任何说教都有效 周王朝建立之初 周武王 周公 江太公 少公 毕公 等周王朝的统治者 对商的灭亡 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商人因奢华腐败 连年战争 内部不和 骄傲麻痹 而试过 所以 周王朝这些重量级的人物 互相提醒 以免自己 走上商人的老路 周公和少公 非常熟悉 殷商的历史 他们认为 下商的衰亡 都是统治者腐败造成的 因此 周王朝 不可不见于有下 亦不可不见于有因 统治者能从前代的失败中 汲取教训 居安思危 保持一颗谦卑之心 这是治世出现的 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 以民为本 以始为贱 就会看到老百姓的力量 因此 以始为贱的结果 必然是 以民为本 民为邦本 本故邦营 上书中这句话 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他的意思是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根本牢固了 国家才能够安宁 人 是水 渐行 市民 知 制度 这也是上书中的话 这句话 是李世民 以始为贱 可以知心替的 范本 也就是说 李世民这段话 他的出著 就在上书这句话中 上书周初的政治文告中 反复讲述 民为本的道理 照诗 书 所说 民众 是上天所生 皇天上帝 是民众的宗主 天 选择 敬天有德的国君 做长子 付给他 人民和疆土 代天保民 那么 天子若不称职 皇天上帝 就会改选别人 所以周五王说 天是自我民事 天听自我民听 也就是 上天的看法 就是人民的看法 上天的听闻意见 就是人民的听闻意见 天 从某种意义上 讲的就是民心 以民为本 就会体恤百姓 慎用民力 陈王曾经问史官 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行 百姓才能亲近我 世官告诉我 成王 用民在农前时 尊重他们 顺着他们的意思 对他们诚实 爱护他们 发布的命令 要说到做到 不要说话不算话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体恤百姓 慎用民力 就会轻摇伯父 慎重地对待 耗费国家财力的举措 文明社会 要保证经济的发展 仅解决生产问题 是不够的 产品的分配状况 直接影响到 生产者的情绪 只有使直接生产者 能过上最起码的生活 维持简单再生产 即扶税和劳益 不超过他们 所能负担的限度 才能激发起 他们的积极性 所以 古代治世的统治者 都实行轻摇伯父 不夺农食的政策 江太公说 王者之国负民 霸者之国负士 仅存之国负大夫 无道之国负君临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王者之国 老百姓负 霸者之国 有钱有地位的人负 即将倒闭的国家 是上层人士负 而无道的国家 是国库 国君负 若保赤子 为民其抗议 像保护婴儿一样 保护小爷 天下才能安康待平 第三 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 知识的出现 离不开统治者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 有了忧患意识 就能眼睛盯着问题 耳边 关注意见 就会担心听不到百姓的意见和建议 因此 知识的出现 与能听取 接受意见有关 据记载 周公在每个地方 都派出三个周末 让他们了解百姓 凡有积寒 而不得一师者 有御宋 而失职者 有贤才 而不举者 一入 告诉天子 然后天子呢 招来那个国家的诸侯 说 我们的政策 可能有些不对的地方 不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诸侯又把这个话传达给大夫 这样 一级一级下传 老百姓听了 很高兴 觉得天子离他们那么远 却能了解他们的情况 以为天子 时刻在关注他们 因此 十分配合王朝的政治 看得见问题 听得尽意见 就会克勤克俭 去奢 借交 交奢淫逸 导致国家衰亡 这样的势力 在中国历史上 并不罕见 周初的统治者 互相告诫 要节俭 寡欲 勤于正式 守住主先的基因 繁华不能强国 也不能圣使 天子好利 而诸侯瘫 诸侯瘫 则大幅吝啬 大幅吝啬 那么百姓就要盗窃了 上面的人 影响下面的人 就像风劈泥野草一样 因此 在上位的人 一定要注重品德 看清利益 上书中 有很多文告 都是周公 少公 对陈王 等统治者提出的告解 最有名的就是武艺 在无意中 周公告诫 陈王 不要贪图安逸 要 只架色 只艰难 了解民众的隐情和疾苦 否则就会做出荒唐的事情 周公列举了 殷商王朝 有名的君王 武丁 商汤 以及自己的祖先 太王 王纪 和文王的例子 尤其是文王 不敢 娱乐游恋 不索取 分外的东西 穿普通人的衣服 参加农业劳动 勤政 已至 废寝旺事 因而成为后代的榜样 周公自己呢 则是一目三卧发 一时三图补 也是以自己的言行 告诫儿子 国秦和成王 不要放纵自己 不要贪图安乐 享受 尤其是不能像 商周王那样 迷乱于酒 像末代商朝的贵族那样 打猎淫乐 荒废田地 不无正义 以致造之人民的怨恨和诅咒 诸书纪念记载 靖侯 助攻而美 康王使人 让之 就是 靖国的国君 建了华丽的宫殿 周康王知道以后 就派人去责备他 反映了周朝初年 统治者不贪图安逸的心态 周王朝建立以后 阴忍的态度 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对待具有对立情绪的商人 杀戮 实行血性的恐怖 可以建立起一个 暂时安定的社会 但他不利于长治求安 他不过是让人把仇恨 埋在心里 埋在心里的仇恨 终究会表现出来 如同后来的清政府 清初的杀戮 表面上看 取得了两百多年的稳定 实际上 民间的反抗情绪 并没有停止 所以孙中山的驱逐打路 能唤起成千上万的人 起来响应 就是证据 因此 周王朝 对殷商贵族和商人 采取了教化和感化的做法 甚至 在顽固的殷商贵族 跟随武功叛乱以后 周公 仍然没有大规模的杀法 而是把他们迁到洛仪 对他们进行 集中的监督管理 给他们土地 给他们奴隶 让他们享受贵族的待遇 对待拥护周王朝统治的 甚至还让他们担任各种官职 成为自己人 实践证明 周王朝对殷商贵族的和平改造 是成功的 不仅此后 商人没有激烈的反抗 即使在周王朝衰落时期 殷商贵族的后代 也没有捣乱 而像孔子这样的殷商贵族的后遗 甚至起来维护周人的统治 对待殷商贵族如此 对待平民也一样 民众有错 要首先反省自查 检查自己是否有错 民众的错误 往往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 所谓百姓有过 在于义人 要不断地教育百姓 安抚百姓 若有计 为民其必 弃九 要像对待自己有病一样的 对待臣民犯罪 臣民就会远离犯罪 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 为监狱空做了很好的注解 导致了监狱空这种现象 第五 周初制定的相关制度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人在制度建设上 十分有功 到成王康王的时候 李长子集成制 分封制 宗法制 礼乐制等相关制度 开始发挥作用 分封制不仅解决了 王室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 而且加强了周王室对地方的统治 巩固了新占领的区域 使王室功臣 构成了一个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群体 起到了一石三角的作用 帝长子集成制 帝长子集成制有效地解决了王位 军位的集成 避免了像商出那样 因为王位继承而导致的 所谓九世之乱 宗法制度建立了一个结构严谨的等级制 保证了帝长子集成制的实施 礼乐制度 则使得周王朝在文化上有了飞跃 迅速的有一个爆花腹 变成了文明教养 文化规矩的贵族 完成了由蛮皇到文明的蜕变 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文明 是知识的重要的保证 此外 谦虚的君王和尽职尽子的大臣 也是知识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